接著也是要參加的一個香港澳門的公開賽 還有一個法國的一個比賽 比賽已經開始囉 那兩位選手的一個打法 就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周天成由於他的身高優勢 他會主動採用的是一個往前的一個結合性的打法 以及後場的一個進攻 那當然仁華這邊來講 由於他一個身材上的一個限制 通常他是以拉掉為主 那在拉掉當中結合他的一個督擊能力 不過我們看得出來仁華他的韌性相當的好 尤其他的一個防守能力相當的強 兩位選手的打法完全截然不同 一個是打攻擊 一個是打一個手中反攻 是 比賽剛開始喔 奧運城已經4比0的一個領先喔 那當然在整個奧運賽事完成了以後 然後這邊在圖鷹隊裡也是似乎是讓他做一個調整性的訓練喔 那這一陣子尤其在像我們在台北公開賽看得出來喔 他是感覺上是比較疲累一點喔 當然我相信在整個圖鷹的球團 教練這邊的一個領導之下 讓他這一陣子喔 稍微做一個調整性的一個恢復喔 那在於年底開始慢慢的結合 明年的比賽事當中喔 也是會再創造他的一個夾擊喔 因為我們國內幾個奧運選手 剛打完的這些選手喔 基本上還是要做一些調試喔 尤其在年輕一輩的這些選手 因為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喔 適當的調整適當的休息喔 對他們是有幫助喔 運動員就是就怕一個受傷 受傷之後就很麻煩 是由於兩位選手也相當年輕喔 千萬是不要在這個黃金時期 來做一個身體上的一個傷害喔 那兩位選手也是上一次的 決賽的一個佼佼者喔 那許仁豪在第一次的排名賽 是拿到了冠軍喔 那抽天成是拿到了亞軍 那在去年的一個第二次排名賽喔 是學學藝喔 是拿到了冠軍喔 那許仁豪是拿到了第二次 那其實這樣現在 國內的一個排名呢 人家說鐵三角喔 就是由薛薛毅 周電成以及許仁豪 三位選手來組織這個 南丹的一個鐵三角喔 那慢慢的許仁豪 有透過他的一個 拉掉突擊喔 口中反攻 從一開擊落後七分喔 這個做這個策略一定要有所改變喔 因為這個小階段的一個策略 確實他對他目前是一對段不利 對 周電成一個大對角的一個滑板扣殺 不過我們看仁豪這幾場的一個場上表現喔 尤其在第一局喔 不管是對戰的是比較強的選手 或是比較中等的選手來講的話喔 似乎上好像在第一局常常會有落 弱掉這個單局的一個幾率喔 我們這邊看 我們這邊看 周電成是 什麼狀況之下 讓仁豪是 在第一局常常會失掉喔 因為他個人跟他本身的一個打法有關係 因為他本身的一個手中反攻 因為他不怕打久 所以他一開始下去 他就是 可能就是這樣子耐心那麼 可是如果當一個好手 因為剛剛打前面幾場 可能對手的經驗不像 那麼老道 那可是今天 因為周電成這位選手 他已經在國際上面 已經慢慢展現舞台 像這種打法可能就是要一些避免 他的開局就是打得太保守 所以導致他這一開局 就落後了六七分的一個分數 所以說其實相對 其實沒有一位選手 願意是在第一局而落敗的喔 對 我們看得出來其實 在目前為止 周電成在進攻 以及他在往前處理來的 一個狀況是比較好一點喔 但也許好 在目前落後八分的狀態 必須要找到一個應對的一個策略喔 我們看現在周電成是把整個一個拉掉節奏放慢的喔 相當漂亮的一個頭頂對角出擊喔 現在比數來到11比2喔 那中途也可以休息一分鐘 我們看某州教練這邊 對於徐華在第一局下半段 有沒有哪邊應該在做一個改變的一個策略喔 在這邊還是建議他有所改善啦 因為在他的開局打法喔 他這個打法剛好是符合對手的一個打法 因為整個速度打法太消極 變成他對手的優點很好發揹 有一個前場的戳球 後場的一個扣殺 都相當對 對仁討這一方面的非常不利 所以說在第一局的下半段 一個策略上面一定要有所改善 包含的速度 速度上面如果沒有做一些改變 如果是照重打法 相信下半場的一個 一個 來回的一個精彩度 應該也是會跟上半場一樣 好那我們就期待看仁豪這部分 有沒有辦法去直接改善 聽完我們剛剛 魔咒教練隊仁豪這邊的一個分析喔 當然在場上仁豪是聽不到 我們目前在分析的一個狀況喔 那不過 以他現在今天的一個整體狀況 到目前來講的話 昨天才掌控了70%的一個主導權喔 對 我們魔咒教練早期也是我們全國南丹的多年的冠軍喔 那再看整個我們的南丹的一個國際生態來講的話喔 那這幾年當然 呃 在08年的那個謝玉勳的一個退休之後喔 感覺上整個南丹好像在國際舞台上是 目前是比較 呃 距離一個核心的一個成績是比較遠一點喔 那魔咒教練先生來看 怎麼樣可以讓我們這個南丹的一個生態喔 更能接近到 呃 比如呃 呃 屏謝玉勳的成績 甚至超越他的成績喔 我們是覺得還是要去走一些 國際的一個 因為目前 年輕的這一批也慢慢 在上啦 那 國際的舞台喔 相對 現在比較多一點 因為像以周天才的一個 像現在的年紀打法喔 在國際舞台的幾乎相當 相當跟仁豪比較喔 可能就是相當的一個優勢喔 因為他一個一個身材條件的關係 啊 導致他的打法喔 就比較全民性 那以仁豪的部分 他在這個部分就每一場球要都是要打體力戰 相對對他來講 啊 在策略上跟打法上一定要有所改變 那以周天才來講 他目前是 我們國內球團合規 啊 要極力栽培在國際舞台 突顯的一個 明星啊 他 今年下半年度也積極要去打 啊 在國際上面啊 我們更取其他能在 國際排名跟國際上面啊 國際的一個經驗啊 累積啊 我們希望未來我們的台灣本土球員 啊 在國際的一個舞台 啊 能再突破啊 謝謝你奧運的第五名 沒錯喔 那當然 不管是在 身材方面喔 其實 周天成他高有這個高的他的打法喔 當然 東豪這邊矮也是有他矮的打法喔 那 那 旅球運動大部分都屬於 大家都知道 屬於東方人的運動 沒有錯喔 他的身材 當然是有一點點的一個 略差喔 不過喔 在戰術方面 可以彌補他的一個 身材的一個 呃 缺陷喔 所以就我們看 呃 其實在多次的一個 國際賽方面來講的話 由於他的韌性 有讓許多選手 也是相當的頭痛喔 那當然 目前比數來到了16比3喔 那今天整個的一個狀況來講齁 他似乎是比較不理想喔 那由於他一看開頭也打的是比較保守一點喔 那當然 周天成今天是沒有讓 許多一個攻擊的機會喔 所有的主肢拳 以及這個主動擋控權 都是在周天成的一個拍下喔 對 相對這種打法 對喜神豪來講齁 是相對不略的 就先統我剛剛11分休息一下 如果他這個作戰方式沒有改善齁 我是相信這個分數的比數 還是會有落差 那相對現在時間有 目前還是在尋找一些突破的一個次類 哇 其實他往前相當漂亮的一個放網喔 讓周天成幾乎是無法回擊喔 5比16 有一次的底線出境 但仁豪目前這個12分的落後5比17喔 但第一局不管輸或贏 他必須要在第一局這當中找出第二局的一個戰術的一個應對的一個策略喔 那當然以目前周天成狹帶的一個台北公開賽亞軍的一個頭銜來講的話喔 對這一次的比賽幾乎是得心應手喔 當然對他自己的自信心上面提升了許多喔 再一次一個頭頂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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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被周天成要壓著打 那相對周天成這種打法喔 他打起來就相對比較輕鬆 他只要掌握在把失誤率降低 他第一局要獲勝的距離相當的高 哇這個球 周天成想利用手法性的一個範網喔 回擊喔 就想要造成自己這個失誤 哇 尋找一個回擊喔 造成一個底線的一個出界喔 比數來到了19比7 當然在這個決賽的這一個場合上 可以看到一位20歲的選手 一位22歲的選手 對於整個台灣的男單體來講的話 是一個相當好的消息 因為兩位選手是相當相當的年輕 底線的一個出界 李仁豪拿到了第9分 以目前兩位的年紀 如果在國際商店舞台 再展絡某個三四年 下一屆的奧運 甚至亞運 我相信應該是有機會 周庭正現在拿來到了橘墨點 第一局比數 第一局比數21比9 周定晨順利拿下了第一局哦 又沒有很快 所以說他在這部分 都處理的是一個被 掌控的一個局面 周定晨在第二局開頭還是掌控了一個強大的攻勢哦 比數來到了2比0 比數來到了2比0 那在中華語學極力的一個爭取之下 那也爭取到了2013年的亞洲錦標賽哦 那即將是在台北的小巨蛋來舉行哦 那對於各位喜愛羽球的愛好者 這是一大福音哦 那這個也是一個亞洲區的一個大賽 那當然在亞洲區的一個大賽來講的話 能拿到亞洲的前三名 相對的也是幾乎是篤定的是世紀的前三名哦 因為目前整個一個羽球一個分佈來講的話 亞洲這邊的成績還是領先的 歐洲這邊的來成績哦 那許正好剛剛為了救旁邊的球 在小指頭的上面似乎是有點差傷哦 差傷 嗯 那這時候也要求了旁邊的醫生哦 現場醫生來對他做一個貼紮的一個動作哦 因為在羽球的規則上面哦 如果選手身上有流血的話 是必須馬上立即終止比賽 然後做一個緊急的處理以後才能繼續比賽哦 那當然在這個修行當中的話哦 我們還是繼續讓各位觀眾人來了解一下我們這個整個羽球的生態哦 那當然現在呃在台灣的一個羽球發展來講的話 我們的狀況是似乎是跟日本隊的呃這個狀況是一樣 由球團來組織整個一個羽球生態 在賽前之前然後再集中到國家隊做一個整體的總集訓哦 最後在成隊以後出發哦 那不像在呃韓國隊或是呃在中國隊或是馬來西亞隊 他們有長期的一個國家隊哦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國家隊目前是呃停擺的一個狀態哦 那在呃即將在2月1號明年2月1號 呃在集中於呃國家訓練中心那在備戰2014年的人川奧運會哦 呃人川亞運會哦 呃因為這一次的排名賽哈也是 呃等於是 明年度的2月1號開始的一個培訓名單 呃因為透過這一次的一個選拔賽 呃明年的2月1號開始 呃這個就是一個亞運的一個培訓開始 那相對這幾個我們國內所選拔出來的一些好手 將會集中在於國家訓練中心哦 呃語培訓哦 當然在這幾年呃呃我們中華語學也是不遺餘力哦 齊適於多方的爭取經費狀態下 讓這些球員哦可以長期的在國外奔戰哦 當然現在的一個羽球環境比起早期哦 我們摩托教練那時候打球的羽球環境 是失誤是跑得太多了哦 確實環境是有差 我們早期光是一個出國經費哦 就是比較沒有早落 那相對的出國的比賽經驗齁齁 也呈現了一些成績 導致我們國家對羽球的重視 尤其像幾個球團像河庫、土營、台電 甚至可以提供給拳手後顧自由的訓練環境 包括工作的保障 讓拳手們在訓練當中不用煩惱說 將來他的工作的落實 所以其實在整個羽球環境 由這幾個球團在推動之下 包括最年輕的亞伯球團在推動之下 讓各個羽球的精英好手 更能專注在他的訓練場上 是 目前起步來到3比5 確實這個小階段仍然有一些打法的改善 這兩位選手也是即將在這一場賽事完成了以後 禮拜天搭乘晚班的飛機一同飛到法國去參加超級系列賽 雖然現在場上是敵人 到法國兩位選手還是住同個房間 其實私下大家都是私交路相當的好 在國內各代表球團 在國外就是統一對外 對代表我們中華隊出賽 看得出來 昨天賽由於玄華這邊 分數慢慢的一個追上 在一個後場出手的一個 十五率也慢慢的升高 當然玄華在第二局開頭來講的話 雖然剛開頭落後 不過在這幾球來講的話 慢慢的已經把他的一個防守的節奏 以及他的一個拉掉節奏 找了回來 慢慢的也是開始 在他的一個進攻的節奏上加快了 因為剛剛說他的打法如果不改變 結果也是跟第一局是一樣的 是 尤其第一局整個打法是比較稍微保守了一點 當然在第一局快速的打法下 第二局是不是也造成了 有一點點造成周天城的一個體力上的一個消耗 也有可能 因為他的打法如果速度快 很難適應他的打法 是 我們看到這邊很明顯的在第二局 已經改變了他的一個拉掉的打法了 對 幾乎是主動的做後場的一個攻擊 哇 哇一個非常呼吸的一個救球 剛好一個過王 是 那在攻擊這邊的周天城 也認為這球應該是落地了 沒辦法 就沒想到徐仁豪的任性 鋪倒在地把這球回擊回來 讓周天城這邊也嚇了一跳 這就是 球還沒有落地之前 都還有可能 沒錯 那這個也是 呃 仁豪這在國際上浪家公認的他的一個韌性喔 哇 我們看幾人的一個進攻之下喔 那還表示說 目前的 所使用的一個戰術是相當的成功喔 那在於目前落後三分的周天城來講的話 除了一個 呃 維持他的一個速度以外喔 還要再加強他一個兩側的一個防守喔 是沒錯 因為仁豪這個方式已經有很明顯的一個改變 那相對周天城這邊也要想一些啊 目前的一個階段的一個打法 那因為他目前這一段這個打法 他似乎上他的優點就沒有辦法發揮 那相對他打起來就比較吃力 是 尤其在第二局 呃 到目前為止的一個主動拳幾乎讓任好這邊又拿了回來喔 對 但於面對於 呃 周天城這一位 呃攻擊性的選手 你不讓他施展他的攻擊能力是相當的困難 有點有點便扭喔 所以他當然在那個整個打法上面 他還是要找回他一個主動的一個節奏喔 哇 雙方兩位球員拼戰的相當相當的激烈喔 多次的倒下多次的啟動 最後這個球 呃仁豪雖然跳往而過也被 又被周天城撥網又撥到後場去喔 喔 好 就是剛剛手提的球還沒有落地之前 啊 這球還有可能會再撈過來 沒錯 當然在這一波的一個來回之下 對於雙方面的一個選手的一個體力消耗也是相當的大喔 確實 這一拍來回是不是啊 對雙方的兩位選手的體力一個 好 所以 找個 趁這個時間 找個時間調整 是 所以我們剛剛有跟各位介紹一下喔 其實在國內的一個打法喔 跟國際是有一點點的不一樣喔 由於空間的一個關係 那球飛行的速度 以及他的一個擊球的掌控度來講喔 國內是 呃 稍微比較好掌控對於 呃 球方面來講喔 在國際來講的話 不管在殺球啊 進攻啊 或者說空間感喔 掌握的就不像在國內這麼精準喔 所以在其實在國際的一個打法上面來講 是稍微沒有像在國內打得這麼快喔 我們看 周年人這一板 一個右上方的一個直線進攻 相當的漂亮喔 這個就是剛剛所提的 他要利用他這種 身材的一個優勢得分 採取這種策略 那相對人好的打法上面 因為在這一波的一個體能下降 他就變成採取一個 比較一個被動的一個處理方式 那相對 當然 周天成這邊 就 來到一些 啊 機會 相當漂亮的一個頭頂直線的一個進攻 拿到了第9分 9比7 加油 那我們看現在 在國內的賽事安排上也是盡量的朝向國際的一個配置喔 所以在現場的一個裁判的人數喔 其實是跟我們國際賽幾乎是一模一樣了喔 那讓這些選手透過國內的比賽喔 盡量接近在國際的那種比賽的感覺喔 對 對 那記得在早期的這種國內的比賽喔 似乎最多也是只有四位裁判喔 那兩位現審以及足審以及發球審喔 那面對於到國外突然多了五六個裁判出來喔 其實在場上的這些選手來講喔 也是一定的壓力喔 確實 最早期我們有去參加過美國 因為他們羽球也不是說一個很熱門的一個運動項目 是 那前面幾場都 裁判也是自己數自己算 是 到了決賽的時候只有一個主審 不像現在都已經納入一個國際的一個標準 一個賽制 是 對 當然在協會這麼積極的一個安排之下 這麼整個配當之下 讓這些選手在國內的比賽上喔 能讓他們盡量接近在國際的比賽上喔 那大會也非常感謝大會有安排這個轉播的一個 讓後續電視前面沒有辦法來現場觀賞的 有機會再觀賞到我們全國的一個最高的一個 榮譽比賽 是沒錯 哇 周電成在一次的一個快反進攻 分數來到了9比9喔 所以說目前兩位的策略齁 誰能的策略能堅持 那相對一樣 誰的體力上面能堅持得了 好 速度能 趕得上 好 誰壓制的對方 那一個方的人 就是 得分的距離高 相對剛剛的 與周電成這一波連續的一個攻擊 好 又把他比分 好 接到了9比9 好 非常漂亮在頭頂上的一個滑拍喔 周電成這邊的一個啟動節奏 稍微 似乎頓了一下在啟動 那這個就是剛剛所提的 選手在 空檔當中 那學會去做一些 加速 畢竟 打法上面不可能 像衝100公尺 這樣衝動抽到 勢力他們會有一些調整 沒錯 那比數 也來到了11比9 那在中場可以休息一分鐘 那當然在這一分鐘當中 這也是新的賽制的一個 一個展現喔 那在中間的這一分鐘 讓教練團們 可以上場來指導 指導學生 選手 那當然在平場比賽當中 只要球一落地喔 坐在後面的教練 就可以直接開口來指導 場上的選手喔 直到這個球再發出去 以前喔 你都可以在場上 但是是不能離開教練 做教練習上喔 那在早期的話喔 這個救治來講的話 教練是不可以出身的喔 所以記得在早期的教練 還甚至會比一些暗號手勢 提醒在場上的選手喔 是 是 當然現在整個的一個 羽球生態的一個改變之下 包括環境 包括場館喔 都是相當的舒適喔 那現在的場館也 其實接近幾乎都有空調喔 所以其實現在選手在打球這邊來講的話喔 整個他一個舒適度是相當的好 那帶於規則也是非常保護上選手喔 這個規則這樣子是對選手是好 是 因為一個選手要處於電風 是不容易 那要常識的學位去保護一個選手 哇 這個球差一點點喔 就滾了過去喔 那 任豪目前3分領先 12比9 好 這個球任豪在邊線上判斷是有一點點的失誤喔 這球落在的界內 所以其實在早期的一個比賽上來講的話喔 包括像在魔咒教練那個年代的來講的話 一場球下來似乎是可以換掉四五件衣服啊 因為沒有空調 包括救治喔 他的分數會停滯在那個比數狀態上喔 常常一場球打下來幾乎是60分鐘 甚至超過了一個小時都有喔 沒錯 因為我早期在打的紀錄 我打過兩個小時 在國際上面也打過兩個小時的一個紀錄 是 那現在由於落地得分的一個賽制喔 讓這個分數必須是往前的 而不會停頓在這個原地點喔 那當然現在整個平均的一個比賽時間 是接近大概45分鐘一場球喔 要超越一個小時吃屋是有點困難喔 所以整個一個平均下來的話 目前國際總這邊公佈是大概在45分鐘左右喔 平均值啊差不多在45分鐘左右 是 那當然這樣子的一個體力消耗對選手的一個保護狀態下 也是比較好的一個時間喔 那這時候其實這個狀況 人豪是有一點利用這個心理的戰術喔 然後來想影響周天成 當然大家都是老戰友了喔 對方也是知道說現在在玩什麼把戲這樣子喔 對其實這個是失控見慣喔 在國際的舞台上面 常常也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尤其是像印尼隊的選手 對上歐洲隊的選手 就是丹麥隊就特別喜歡去挑釁對方喔 那當然 尤其是歐洲選手 歐洲選手的話喔 如果這樣挑釁 如果他在場上他只要有生氣的話 他就變成在場上的一個發揮情緒上面 就會有所失控 是 那當然這也是戰術之一啦 所以這個羽球的一個戰術來講的話 並不是只有球的上路 包括場上的一個銀場應變 比如說連續失分狀態下的話 我們是要用戰術性的暫停 那你怎麼樣去奪取這個戰術性的暫停 換球或者是擦翰 都可以 是 哇這個球 所以說 周天成已經在往前處理的比較急一點 那造成自己本身一個邊線的一個出界 那這一波幾次的一個防守 一個連貫 周天成這個部分 是造成一個很大的一個要命的失誤 是 那你學的 相當聰明喔 利用現在整個領先的一個氣勢 把整個一個不管是發揭發的一個節奏 不管是中場休息那個節奏 變得相當的快喔 讓周天成這邊有一點反應不及喔 感覺上面周天成這一局的體力 尤其在下半局的體力 確實從剛有一波的一個攻擊到現在 似乎都還在做一個調整當中 是 沒錯 我們看周天成在頭頂上的攻擊 平民15喔 當然這也代表了他目前的體力 是似乎有點影響到了 這個是有絕對的一個相關性 是 一個對角的攻擊出界 比數來到了12比18 兩位選手在第二局幾乎火力是全開啦 不管再往前的一個主力 在後場的進攻喔 來講的話速度是幾乎是快達到了頂峰了喔 這場球如果達到第三局來的人 真的是考會兩位選手的一個體力戰 如果相對這種情況下 或許因為人好的他的一個體力 他本來的打法就是比較以多派為主 那可能在這 在周天成這部分可能就相對會比較弱勢一點 那周天成可能體力上有所調節 有連續一波的一個攻擊 把比數拉到了14比18 是 這羽球比賽喔 不管是技術的表現 體力的表現 耐力表現 意志力的表現 還有一個智慧的表現喔 結合多方面的一個組織喔 然後才可以塑造一場完美的比賽 是 相當漂亮的一個直線進攻 那在落後六分的狀態下 周天成慢慢的也找回他的一個攻擊的感覺喔 追到只剩三分的一個落後 我們看其實人好年紀相當的20歲 不過他的一個比賽經驗相當豐富喔 在連續十分三分下 趕緊要做個一個技術性的暫停 不過這次想技術性暫停是被主審駁回喔 這個球 周天成再往前 球底是比較急躁了一點喔 加油 那現場也是來了許多土銀還有河庫的小老弟喔 還有一些小老妹 來看他們的大學長在場上的一個表現喔 兩位選手也是透過往前的處理喔 組織自己的進攻的一個機會 確實 16比19 你單打方面如果你的往前技術性力度成熟度高的話 那相對你後場的攻擊力就會相對的提高很多 因為你有後場一定是要有前場 因為你的前場 性力度高 對方一定會往後飄 那你攻擊的機率就高 像周天成這一個階段的一個攻擊得分 就採取這個往前的一個高質量的一個戳球 周天成再一次的往前先往 那許好也排到了第二集的橘末點 20比16 相當漂亮的一個進攻喔 第二局21比16 全場好順利拿下了第二局 我們進一下廣告 等一下回到現場 現在在空檔一個時間 逆風甚至有側風向 當一個好的選手你就要去適應 穿到那個場地的時候 你該有什麼打法 那緊接著我們第三 已經開始陸續再起比賽 是 那當然一位頂尖的優秀選手 除了技戰術一個發威之外 那在國際奔波之下 不管是時差 不管是飲食 甚至很多氣候環境 他都必須要自己克服喔 對 那由於在整個台灣的一個 經費狀態結局之下 其實很多選手是出國 幾乎是由自己拎著包包出去的 比不像中國隊或是馬來西亞隊 有整隊的一個行政人員或是教練團 跟隨在球員旁邊 甚至有隊役喔 那當然在這幾年 整個國家隊的成立之下 那在國家隊的組織之下 每一次的選手出國 也是盡量是有搭配著教練以及 對一或者是行政人員出去喔 這個確實這些對一之類的 對其的選手 確實非常重要 當一個選手打完了一個疲勞性 那怎麼讓他加速一個快速恢復 甚至有受傷的時候 怎麼去做一些醫療的一個處理 我們看學浩已經連三疊了 連四疊了 把這個球都救回來喔 第五疊喔 當然在周天成這邊的話 他也是有所準備了 那這個球是 掉到了底線的出界喔 當然我們看學浩這種 非奔式的一個 一個救球方式 我們在這邊真的 不是鼓勵這些年輕學友 做這些非奔式的這些救球喔 並不是任豪他所願意要展現出來的喔 因為這種鋪球動作喔 真的是非常危險喔 因為你可能第一顆鋪沒問題 第二顆沒問題 因為場地剛剛前面兩次的一個鋪球完之後 已經場地有所 已經那個汗水在上面 那後面三四顆在這樣同樣處理的話 加上在跑動都非常危險 萬一在這種情況 萬一就是這種情況之下 受傷 對於一位選手來講 一個受損 是非常不值得的 是 那我們看早期林丹在場上也是一樣 他會有一種 比較習慣性的一個鋪球的一個動作救球喔 回到國內的一些青少年比賽上 好像很多選手也跟著這樣子鋪球救球喔 這個似乎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救球方式喔 必須還是要透過您的移動性的步伐 來組織您的防守能力喔 確實 那包括林丹的一個握拍也喜歡把那個握把布 纏到那個把柄的一半喔 回到國內的場上一看 哇很多青少年選手也跟著林丹一樣喔 纏著把那個把布的一半喔 那因為這是現在年輕的小伙子這些喔 這是一個偶像 像他的一個一舉一動 都會呈現在一個模仿 是沒錯 當然我們透過轉波來看到我們這些優秀選手 好的一些我們一定要學喔 但是我們要必須知道說他為什麼會 這時候做這些的一個處理喔 當然在任豪這方面 絕對他不是出自願意做那種鋪球的一個動作喔 對 那現在場上比數也來到2比3 許任豪暫時落後1分 兩位選手在第三局的速度是並沒有像第二局來的這麼快喔 因為畢竟經過了兩局三十幾分鐘的纏鬥之下 雙方的一個體力也是有所消耗喔 確實 這第三局就看誰的一個打法跟林場的一個應變 加上一個意志力的一個成長 是 畢竟第三局後半段才是關鍵性的這個半局喔 確實 那任豪在第二次使用這個戰術性的發球喔 當然 兩位選手都是算國際經驗相當豐富的一個選手喔 但在這個狀況處理之下喔 自己在心理上的調節是有所必要的喔 是 那這個球 終於透過 往前的一個擠壓球喔 把這個球 送到任豪的身上 那當然任豪這個球 會急不夠到位 直接 遭受到進攻 這個球 郭建成底線的判斷15 到目前為止 兩位選手的一個打法跟比分的是差距蠻小 是相當的接近喔 好球 徐豪抓到了周電成的這個平推球 好球 盡量這些ception 導 hiss action 比數來到了五比五喔 那兩位選手現在對於自己的一個體力配當是相當的重要 畢竟這個是才第三局的一個開局 是 沒錯 所以我們看許醫師許仁豪他這個韌性會讓對手是有所壓力 確實 因為以攻擊來講如果殺不死的時候真的是殺到後面會手軟 沒錯 那當然在於昨天的這邊來講要多一份的一個耐心喔 然後再來接合他的一個進攻 再一次的進攻出界 我們看現在周定人這邊的話似乎在整個戰術執行上是有一點點的茫然喔 看起來似乎體力上還在調節當中 沒錯 現階段必須還是要找出一個 應對的一個打法 但在許仁豪這邊還是維持他整一個 拉掉突擊 這一波連續4分的搶分 比數來到9比5 退局 那很明顯 周天城這一波的體力上面還是在做一些調節 是 是 為什麼 真的 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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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鎖定神處理的相當的技巧 利用起跳的一個中殺的一個姿勢 然後突然改變一個方向 這個變相的一個切球 這個算成一個很高級的滑拍切球 現在的一個沒有到一個頂尖的選手 這個動作真的是非常高級的動作 沒錯 雙方面現在除了技術上的一個切縮以外 體力上以及在個人的一個EQ的處理上 也是相當的重要 目前來講的話 心理成分是相當的重視 現在兩位選手的一個意志力 7比9 當然對於在早期像剛剛摩托家人講的兩個小時的打球的一個內容 那時候當時的一個意志力更是要抓住 是嗎 那沒錯 當時只是真的是靠一個意志力在撐 好 哇 tho念青連續三分的追éd僱喔 好像找到了一些應對的打法 確實 目前8比9落後1分 所以其實我們看在於整個賽制的變化之下 整個南丹的打法似乎是在2006年新賽制公布以後 整個是改變了一些的打法 不管在訓練上面不管是戰術的執行上 整個方面是180度的轉變 確實 因為新制的打法在這種速度 發發力耐力都具備要有 所以在早期的一個單打打法來講 很少會看到這種反手發小球的一個方式 不過現在幾乎是 從0比0開始就開始是反手發小球的一個 對 這一波兩個 就來了一個多拍的一個 導致兩個在體力上面 可能兩個我看都要再做一些調解 是 那分數也是相當接近 那目前選擇是10比8 暫時領先2分 雙方面也是叫出了暫停 當然現在在於整個南丹的一個賽制改變上 當然在他們的打法改變 也切連到了整個一個訓練的一個體制改變 都是整體的一個變化 確實 不光是現在的國家代表隊 連一些年齡層比較低的 他的訓練方式都有所改善 那我們看得出來現在整個 南丹的一個速度上以及爆發力上 力量上 跟早期的南丹是完全不一樣 現在南丹還結合了一些雙打的技術 譬如說是發接發 或是說 雙方面的不起高球的一個打法 是跟早期的視角拉調是截然不同 確實 我們看修豪抓到了這一次 早速練成回擊不夠到位的一個狀況下 場分得分 繼續來到了11比8 那中場除了休息1分以外 1分鐘以外還要再交換場地 那在第三局的前半段 我們請磨座現在這邊 再對大家做一個比較深層的分析 在於人老的部分 他這種打法當然相對是 體力一定是 滿 要費很多體力 可是他一定要這種打法去執行 要不然他對整場球的一個 對周天子的一個攻勢 他沒辦法去把它完全承受 那相對周天子這種打法 他要辦法持續下去 要不然他在後半段 如果在體力下降的情況下 沒有調節好 那可能會因為他的一個體力下降 造成一個失分 那以真討的部分 他這個部分 一定要趁稅追擊 因為他目前的一個優勢 也是領到3分的一個優勢 所以目前先階段 周天城的部分一定要 在這個環節 有辦法再去扭轉這個現階段 落後3分 因為以心智來講 雖然3分 不算多也不算少 可是這個如果 照一個人1分1人1分這樣算 還是贊得比較越是 那尤其到了第三級的後半的來講 發接發的一個掌控 前三派前五派的一個處理 也是相當的重要 對於兩位選手的體力消耗也相當大 只要稍微一個閃失 在發接發的這個堅固院上面 大量的失分喔 這很容易造成今天的一個成敗喔 對 我們看周一城平平的失誤喔 失誤在第三級後半段的一個體力 是有一點點的下滑 好 這個就是剛剛一場的先前提的 他在體力上面 如果沒有調節好 相對他的視誤力就會相對提高 是 好 我們看周一城這一板的頭頂進攻 落點相當的漂亮 當然許仁豪也非常分力的把這個球鋪救了起來喔 但是這個球的回擊的實量還是比較差一點喔 讓周一城可以得心一點把這個球再推到很好的右後方 目前比數來到了9比13 周一城落後4分 好 因為場上如果的場上第一沒有擦桿的話 對於他整個的一個啟動 轉身的動作一定會有所影響 那最怕就是說因為這個場上的一個失滑 導致於有可能這樣的選手又受傷 是 這個是相當滑不來 所以許仁豪會要求裁判把場地確實有擦桿 對他也這樣子完全的啟動 他也比較放心一點 當然利用這一次擦場地的一個機會 換球的一個機會 雙面選手相信在他們腦筋裡面還是不停的在打轉喔 是想著等一下下一步要利用什麼的一個戰術來執行喔 的確 這段時間剛好可以讓兩位頭腦再清醒一下 是 哇 這次進攻周年城市 似乎是讓體力有一點點的恢復喔 確實 所以其實不管是差汗不管是換球喔 短暫的一個暫停喔 可以讓整個選手在場上的一個戰術變化 會產生的一個很大的影響喔 周年城10比13 三分的落後 再一次的一個發接發得分 好 我們先有提到喔 在第三局 在後半段發接發著 前三拍前五拍的一個組織 是相當相當的重要喔 確實喔 這導致可以兩拍之後就可以 得分 可以節省很多的一個體力 是 那當然許得豪也是經驗相當的豐富 相當的老道喔 在這時候連續四分的狀態下 趕緊更換這一個球喔 好 左手 誰 好 最主持人 唐突 全球 他主持人 又追成一個緊張的情勢 一個競爭的十五造成自己邊線的一個固件 那雙方面現在進入了第三局最後一個階段了 七場第一 七月可以極限六成三分 哇 郭靈恆相當漂亮的一個後場進攻結往前的一個強往 在這一個階段除一個發接發的重要性以外 誰能掌控一個節奏上的控制 包括一個主動性的進攻 誰就可以比較有機會拿下這場的一個勝利 現在是盡量透過往前的一個處理 然後來組織他自己後場一個進攻能力 誰能掌控的任性也相當的好 明明把球回擊回來 這個球相當精采喔 這個球當然啦如果是落在界內 許同老師應該就不回來了喔 不過雙方面也是盡了所有的力量 然後把這個球反擊喔 在這個捷骨園喔 這種球喔 誰那一方贏喔 那個真的氣勢上面差很多 沒錯沒錯 這個關鍵的一個時刻 是 印賽奧賽喔 那個 來回 來回等於是差兩分 是喔 所以因為 這個在 比賽快要接近 後面的時候 對這個 一個心態上面 氣勢上面 確實會有一種落差 比數來到15比13 慢慢也接近了這一場比賽的尾聲喔 其實這場球就有如我們魔咒教練在先前的一個與估喔 一位進攻型的一位防守型的喔 最終到第三局就是看最後的一個意志力展現喔 確實 兩位選手的分數還是維持在1分的一個差距 兩位選手的分數還是維持在1分的一個差距 而 dehyd nochじゃあ 一位jo园 十四比十五 暫時落後1分 一位選手還是投空往前的一個強往來組織後場 一個進攻 這球 在 在進攻上面似乎是有一頂點的一個失誤 在後面就是親手到一個體力 耐心度不夠 導致他親手上面會有一手考慮 小林學生好對一球飛機的一個力道控制過猛 造成他一個直線的一個出界 分數再度追到15比16一分的落後 周天成發球 這個球其實還是一樣 用力過猛 又是一次體現的一個出界 但這時候 周天成在第三局第一次把分數追平到16比 這時候的學校的手上的一個傷勢似乎是有一點點的流血喔 經過幾次這樣的跌來跌過去 不受不擦傷也很困難 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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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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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4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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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安德加油 哇 許仁豪已經多次使用這戰術的狀態之下 那祖神這時候拿到了黃牌的一個警告了 那在這邊也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在場上的一個警告來講的話 第一次是使用這個口頭性的警告 那第二次開始祖神就使用的是黃牌警告 第三次的話就會使用的是紅牌警告 而紅牌警告的話就是判定另外一方直接獲得1分喔 當然最嚴重的就是黑牌的警告 就直接就是棄賽了喔 所以這個捷顧員 可能就是他這個當選手就要去小心這個 沒錯 那目前黑牌的警告來講的話 在整個羽球判例上還沒有發生喔 那當然在奧運的一個司格風波上面 是已經有拿出來但是還沒有拿出黑白喔 那我們回到場上現在 你們要再度的領先這個分數喔 18比17喔 非常簡單 這一方現在除了體力上面 宜知力上面包含現在所使用的戰術 都相當相當地重要喔 一個閃失可能今天的成敗就會影響到了喔 確實 不知道這個已經快要到一個賽末點 昨天從這時候發生了這個不應該的一個揭發球的失誤 那學校現在是九比十七兩分的領先 才是十五 那學生也拿到了今天比賽的第一個賽目點 20比17 後面這幾顆處理球就看誰的一個往前的一個細膩度 這幾發都是透過往前的一個體決於勝負 哇這球許仁豪搶得相當相當的漂亮喔 把這個球的反擊直接推向了周天成的一個身上 那在第三局21比17喔 返回了一層喔 那我們進一下廣告